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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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是陸方的船越界到我們的海域來的時候 我們知道他是完全沒有違法遺律誤入的船 我們只會廣播希望他們趕快離開 所以昨天登檢這一艘船 對象我們認為是傷害了我們人民的感情 制造人民的恐慌 而且不符合兩岸人民的利益 因為現在傳統的船 傳統一般 所以我也有了 沒有想到會這麼嚴重啊 因為其實這種事情就是一直蠻常發生的 就是我們的海巡就是一直也有在驅趕他們 畢竟就是這種就是處於一種很模糊的地帶 兩邊都說自己的海的那個界限在哪裡 就是也也就是很很難去避免 發生這種就是還真的蠻遺憾的 那麽國風不止 都有做協同海巡署做事切的研判 同時來設定一些狀況 由我們的海軍我們的外島的防衛的部隊 來依據這些不同的狀況來去做演練做準備 那麼目的都是希望在這種整體的面對這種威脅的狀況之下 能夠有效的妥善的去處理任何的突發事件來確保我們的國防安全 對方可以做到這個地方 對方可以做的 對方可以做到這個地方 對方可以做的 對方可以做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